字幕提供 在我後面是柯鳳池的墓 柯鳳池是杜濟會堂的長老 他跟孫中山先生的關係很密切 因為孫中山先生我們知道 他十二歲去台香山 一直都讀英文 所以孫中山回到香港 他覺得自己中文不行 於是他在博濟醫院 曾經在這裡求學 一個很短的時期 認識了一個叫尹文啟的一位先生 尹文啟就介紹了自己的樂苦給孫中山先生 這個就是歐鳳池 歐鳳池的中文是非常好的 是一個中文老師 甚至去過德國教中文 他是一個很出色的人物 孫中山跟歐鳳池的關係很密切 如何反映出來呢 我們知道孫中山 他原來叫孫文 他名字叫孫文 他是自日生的 但是歐鳳池幫他改了日生就不要了 改了做日先 其實我們到今天都是一個謎 為什麼一個年輕人會改了一個像做神仙的名字 這個很奇怪 但是偏偏這個名字 就成為了孫中山的英文名 因為孫中山的英文名一定是尖身一聲的 這就是表示他是孫中山 他的關係非常密切 所以來講孫中山先生在倫敦蒙難之後 即是在1896年的時候 他蒙難之後出來的第一封信 就寫給歐鳳池 而且那封信非常重要 可以說是他一個履歷表這樣寫下來 也是我們研究早年孫中山的一個很珍貴的資料 另外我們也知道歐鳳池 他身邊有做過在政府裏面做過一些文書的工作 去到1911年的時候 當時就是廣華醫院成立 在任何地成立了廣華醫院 廣華醫院成立的時候 其實廣華已經請了一個私理 但是很奇怪就是政府華文政務司那邊 突然間就落命令你一定要請這個歐鳳池 所以結果要將原來那個人請了那個人就不請他 結果直接就請了歐鳳池做廣華醫院的私理 所以現在廣華醫院門口那裡 就有一對很知名的對聯 就是我們懷疑這個都是出自歐鳳池的一個手筆的 但是歐鳳池其實做了幾年之後 就在廣華醫院的私理的任內就過世 所以這個就是結束了他的一生 所以他跟孫中山先生 他也是道祭會堂的長老 所以就是跟孫中山先生的關係很密切 而道祭會堂就是因為到後期 因為那個地方已經不夠用 很多的教徒 所以他們就起了合一堂 今天在這個衛城道和堅島或者來變神道交界那裡 那個合一堂其實就是後來起的 所以合一堂的那個堂慶就是十月十日 跟回這個中華民國的那個國慶節 所以這個是很有意思的一回事 我們看到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務 但是在這裡的人一點都不簡單 這個謝贊泰 謝贊泰是澳洲華僑 小時候就從澳洲回來 就讀中央書院 就是我們今天的黃隱 他加入了這個富人文社 富人文社的社長就是楊渠雲 他幾乎是第二名了 他又很服服楊渠雲 這個富人文社是我們中國的第一個 就是以政團體可以這樣說 去到1895年的時候 這個富人文社就跟輕忠會合併了 所以楊渠雲就做了輕忠會的第一任會長 輕忠會裡面其實有兩派的 一派是洋派 另一派就是孫中山為首的孫派 其實兩派之間關係就一般的 我們知道了 1895年第一次起義 失敗了 大家一起逃亡 謝贊泰沒有走 他一直都在香港 楊渠雲就跑去南非 後來在1897-1898年 楊渠雲就把位交回到先中山 即是做了先中山 先中山做了輕忠會的會長 然後到1900年 正在鄭薛良的務的時候都說過 他們發動了一個遺州起義 又失敗了 失敗之後 1901年楊渠雲被清朝派來的密探 在他的住所裡暗殺 死了之後 謝贊泰就開始跟輕忠會 差不多是斬攬 即是他就跟孫中山這班斬攬 他在1903年自己去策動一次起義 就要跟他運報仇 因為他的家庭都是來自一個 所謂一個秘密回黨的家庭 他父親是大哥 所以他們那次就是想說 趁年尾廣州官員去到一個叫萬壽宮的地方 拜神的時候 就找個炸彈炸掉他們 但當然消息又洩漏 結果又失敗了 謝贊泰這個失敗之後 他就不再參與任何武裝起義了 他就寫了很多文章 他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 他跟一班西人朋友成立了淡華早報 我們今日的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他是其中一個創辦人 另外他發明了一隻飛船 一隻飛船真的可以飛上天 他甚至在英國拿到飛船設計的擁有權 他是一個很出色的人 他同時都不斷地寫文章去報章到 對當時香港的一些建設 一些衛生等等都有很多批評 他跟孫中山那班人不多 所以他自己寫了一本 叫做《中華革命秘史》 是用英文寫的 裏面提出來的東西 他跟國民政府一般對整個革命的描述 有相當大的出入 看看你相信誰 所以他的制真泰 可以說是那年代是一個很先驅的人物 很多人研究他的思想 我都覺得他是一個很出色的人物 你看到1933年 他就過世 其實開平聖謝都是一個很大的家族 你去到開平都見到聖謝的家族 他的後人其實就盡量低調 亦都因為可能是他跟孫派關係一般 而最後孫派的人 就成為建立了中華民國 成立了中國的主人 所以他們就很低調 避免任何的麻煩 所以他們的後人都很低調 不止他低調 他有一個孫 就應該是手上拿著所有他的文件 就去了加拿大找那個畫 很可惜的 我們希望他不捐給我們也好 他最好都是捐給美國或加拿大的一些檔案 保存一些文獻 因為我們知道楊麒雲被殺之後 孫中山祭奠楊的那篇文章 都是寄給謝震泰的 都在謝家的手裏面 是非常非常珍貴的歷史文獻 所以我們都很希望他的孫子 可以把這些東西捐出去 但他們的家人都是很低調 而且兩邊都害怕的 又怕國民黨又怕共產黨 所以就一早就移民了 是一位非常非常出色的人物 我們一般見到的謝震泰有巧思編 但這個就沒有巧思編 就是這樣 在我旁邊就是孫中山先生的女婿 和他的女兒也沒有 孫中山先生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 都是袁沛夫人老母精生的 孫中山其實他在年輕的時候 有另一段婚姻 但就很不愉快 因為他在美國嫁給一個他很喜歡的男人 孫中山看過之後 都說那個男人真的很英偉 又生得好又聰明 誰不知嫁給他之後 生了一個兒子的女兒 然後那個男人帶著一個兒子的女兒 回到唐山 回到中國 那個男人很害怕媽媽 所以回去了 孫中山大受打擊 她曾經的精神就有點彷彿 之後就遇上了大印塞 大印塞就是香港一個望族 就是打石的很有名的 我們只要看到她的兄弟 全部都在這兩台都是盛大的 應該都相當顯赫 大印塞都不簡單 大印塞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 亦都是非常出色的一位人物 結果就娶了孫婉 娶了孫婉之後 又生了一個兒子 一個女兒 但兒子就在打完仗 沒多久 他是讀秀醫的 在一個意外裡過了生 當時在中山大學 那女兒就一直陪著劉慕貞 即是陪著孫婉 孫婉和孫婉的女兒 一直陪著劉慕貞 孫婉就去到她兒子過了生 沒多久 大印塞都死了 所以孫婉的晚年都相當孤獨 最後來講孫婉就是死在澳門 因為她一直和劉慕貞在一起 劉慕貞五十年代初就過了生 就撞在哄仔 孫婉亦也是死了之後撞在她媽媽那裡 直至到後來將孫婉的圍骨 拿到來香港和大一塞一起 一起撞在這個墳場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這裡就是她的靈骨 就是放在這裡 所以變成孫婉可以和先生在一起 這裡提到她有個兒子叫永峰 有個女兒叫成功 這個就是孫婉的兒子 戴永峰就是因為紀念永峰男 即是孫中山蒙難的事件 成功就想著會成功 所以她自己生的一個子女 都是叫做永峰和成功 其實孫家的後人 孫婉就一般 她的晚年都是很孤獨 她的女兒的晚年都是很孤獨 所以就認識了一個聖司徒的女士 最後就給一個聖司徒的女士 就把她的東西拿出來 她來賣 周圍來賣 我們都買了一些 博物館都買了一部份的東西 其實是孫婉的 戴成功的一個 怎麼說呢 一個閨密 即是賣出來的 即是她的東西 所以這裡真的很奇怪 沒有人想到原來 孫中山先生的女兒 是葬在這個墳場 大致就是這樣 在我旁邊的這個就是國泉的墳 國泉是誰呢 國泉是永安公司的 永安百貨公司 兩個創辦人之一 一個是國泉 另一個是她的兄弟叫做國樂 兩兄弟 國泉一直留在香港 國樂晚年去了美國 最後也是在美國過世的 他們是挺傳奇的 因為他們是自小就去了澳洲 我相信都是賣豬仔 去了澳洲 但就憑著聰明和很勤力 在那邊就開了一間果欄 他們發現很成功 於是就拿著那些錢 就回到中國 他們要選一個地方創業 其實他們起家的背景 和先師的馬家很相似 而實際上他們兩個家族之間的鄉下 是很近的 我們現在去到石旗 在石旗周邊 通常我們去看完馬家 即馬冠彪的鄉下 就會去看永安國家的鄉下 很近的 所以他們互相通分 所以他們看到先師是早過永安 所以開了先師 他們也選擇在香港開了永安公司 因為永安百貨 用很多方法來以廣招來 終於很成功 在香港開了永安之後 然後在上海又開 上海那家規模更大 比香港還要大得多 他們跟先師有一樣不同 就是先師百貨公司就是百貨公司 但永安除了百貨公司之後 另外又搞銀行又保險 好像紡織也搞了 即是變成分散投資很闊 所以你們看到這個很詳細的記載了 他一直都是在香港 國泉 因為他的號是鳳輝 大家都看到 所以彭馬地的鳳輝台 其實是他的物業 就是他在馬馬地很早二幾年 就建了鳳輝台 作為一個都相當高尚的一個住宅區 這裏周邊全部都是 藏在附近 都是他的家人 包括他一個兄弟在這邊 另外隔離這個 就應該是他的夫人 就是姓馬 所以你看到 他們跟馬冠彪的家族 是互相通婚 甚至都有彼此的一些股份 他們都是澳洲 然後回來香港 香港創業之後 再在中國大陸其他大城市 再開展他們的生意 都是一個非常之成功的一個例子 和大陸其他重複